德云社能从岌岌无名的相声社团到如今成为相声界的领头羊 除了郭德纲的坚持和众徒弟的努力外 更离不开的是师娘王会的支持和爱护 本期视频 事哥就要大家了解一下 师娘王会到底有多爱德云爵们 作为德云一哥的月云鹏 早一些年还没红火起来的时候 日常生活都顾不过来 衣服不能穿的时候 月云鹏十分不好意思的向师娘张扣药 虽说王会通常第一反应是拒绝 但第二天月云鹏总是能穿到新衣服 关键是我师娘 我师父不会给我买东西 他也不会买 就是我师娘给我买 浑身上下 包括内衣 有时候师娘我那什么没有内衣穿了 这我也管 这我也管 他会说这句 这我也管 转过车来他就给你买来了 师哥觉得 嘴硬心软的王会 像经日常生活中的妈妈 嘴上虽然说着嫌弃你的话 行动却不自觉的 去满足你一切要求 看来师娘是打心眼里 把徒弟们当儿子养啊 怪不得曹金大闹 姑子刚生日宴会的时候 王会会痛心到下跪的地步 不仅是心疼自己的老公 更是惋惜曹金这样的好徒弟 除了对于于云鹏 无微不至之外 王会对自己的表弟张云雷的照顾 也是颇多 十岁登台成绝 十一拜师郭德纲 看着天赋极好的张云雷 一步一步的成绝 王会甚是欣慰 但没有人的一生会是一帆风顺的 没多久张云雷迎来人生的倒仓旗 曾经压轴演出的小绝 再也不能登台唱曲 无奈之下张云雷只能暂时离开德云社 开启了自己的北漂生涯 整整六年张云雷尝遍了人生疾苦 倔强优爱面子的张云雷 愣是没有联系过姐姐王会 直到张云雷向孔云龙借钱的时候 王会才知道张云雷的现状 心疼弟弟的王会直奔张云雷工作的地方 也是在王会的帮助下 张云雷重回德云社 这才有了如今给我们带来快乐的小辫张云雷 可以说张云雷如今的成功和师娘王会息息相关 在事业上王会帮助了张云雷 在生活上王会对卢云平才是真的好 所以说表面上看起来 卢云平对师娘比较害怕 师娘 师娘 干嘛呢 我们先别骂街 我还是比较紧张 您那什么事 没事我就问你在哪了 什么时候上家来 我后天上家去师娘 行好嘞 好嘞好嘞 是不是一口吃都落地了啊 对对对 从来没看过卢云平这么亲战 但实际上 师娘对于卢云平的偏爱都被卢云平记带心上 我从您家走 我就没空着手走 那是 人家都是大包小鬼往家送 永远都是 深重师娘给我打电话 哎呀 一上家拉东西来了 您是真骗我 我也知道 无论是作为老板还是作为师娘 师哥可以说王慧都是最好的 同样是作为儿徒 王慧对烧饼的好 往往是体现在生活的细节中 除了替烧饼张罗婚礼之外 在烧饼第一次参加喜剧节目比赛的时候 王慧早早的替烧饼准备好行囊 大挂扇子醒目方金 以应俱全 请问这样的师娘谁不想拥有一位呢 搞的事哥都想拜师去 布图成为海字科大师兄 只图能感受一次来自师娘的关爱 除了对早期的弟子比较关照之外 师娘王慧对萧字科的弟子也是颇好 一次在秦潇贤直播连线的时候 师娘王慧一眼便看出 秦潇贤因工作忙碌而日渐消瘦 你都瘦了我的儿 啊 没有 是我的儿 不过让老秦激动的并不是师娘的关心 而是师娘对自己的称呼 一声我的儿便让老秦开心的像个孩子 看来老秦也和室哥一样 十分渴望师娘的关爱 其实在德云社里 室哥自认为师娘最为关爱的徒弟 并是三进三出德云社的张赫伦 当年若不是师娘的极力推荐 如今的张赫伦可能还是一位饭店老板 进入德云社后 师娘也是关怀备振 从生活到象征舞台 王慧对张赫伦的好都被张赫伦记在心中 私下聚餐说住酒词的时候 张赫伦都不忘感谢师娘 第二杯我敬师父师娘 能让咱们说像就比干别的强 能卖车支持郭德纲 还能慧眼十足为相声传承挑选人才 室哥觉得无论外界对郭德纲的评价怎样 都不能有人能说王慧不好 毕竟就连叛逃德云社的曹金 何伟等都从未说过师娘一句坏话 由此就能看出王慧对徒弟们到底有多好 这样的师娘你们喜欢吗 欢迎留言告诉室哥 关注室哥带您了解您不知道的德云故事